回到台湾来势汹汹的是狂犬病 农委会公布狂犬病基因训练之后 引发了学界的争议 有学者就认为 这个家卫所挑选片段资讯公布 把病毒来源导向了中国大陆右官 会引起错误的判毒 因为如果是本土病毒 就要加强野生动物疫情监控 如果是境外移入 则是要强化海关防毒走私 两者的方向不同 而农委会防检局长赵盘华则回应 等到8月9号美国疾管局专家 来到台湾的时候 方向将会更加的明确 绝对没有隐匿 或者是刻意避开关键资讯